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的节目 我是石涛 在前两期节目当中 突然咱们谈到十二 在说所有定数的时候 我记得在几个月前 咱们还讲过 十二看不懂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咱说过 那你 三 一就不用说了 对吧 混沌时期 那最一开始就是一 三 天地人 五 金木水火土 七的定数贯穿了中外 历史上的所有宗教中的传说 政教 没有任何分别 都跟七数有关 那我跟大家解释过 九是未来 在十的数中 从零到九 九走到极致 转到零 不死 这个我说不死的意思就是说 他大的循环 走到最大 所以咱提到说 七的定数 释迦摩尼佛走的 释迦摩尼佛是原始古佛第七个 未来佛 我们都知道有未来佛 弥勒 对吧 西方的宗教中 信仰中 有弥撒亚 当然有朋友说那基督教不这么说 各教派有自己的解释 没关系 那是人家的说法 但他都有未来的这个概念在其中 当人们公认的现实的神起着作用的时候 那未来就是最后结束时候出现 所以这是想跟大家分享 那正是在这种基数下 我们谈到未来佛 未来佛其实我能理解到19 那12是什么 12是我后来理解到 这两期节目是我们生活的这个 时空 应该是12 希望 朴素的理解 再跟大家说一遍 朴素的理解 北京一大哥 弄点小二锅头 就这么大八千杯 然后弄俩花生米 一丹 一口 马路牙子一做 大夏天的 弄个大芭蕉扇 穿个踏了板 穿个背心裤掌 就这个 就那样 就跟那技工似的 弄个破扇子 你别再当回事 我们讲故事 往六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中女主播约战 谁的胜算大 今天晚上 如果他们真打起来 这个论坛真的干了 这个论坛真的干了 那就干了 但是现在不好说 现在不好说 这个事呢 很简单 这个女的叫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商业的 频道的主播 这个女的叫做 萃须里根 他真的中文就叫里根 但是跟30年前的里根总统 他的英文拼法 有一点差距 所以又是里根 又不是里根 但是中文就叫里根 一模一样 川普现在的政策 就是当年里根的政策 当年里根 在打击苏联的时候 用的军事冷战 在打击日本的时候 用的是关税战 那 今天的川普 是把 当年里根 打击苏联跟日本的东西 合在一起 打击中共国 打击中共 展开了全面的冷战 它叫经济冷战 非军事化的一切手段 华为就是另外一个手段 打击中共国的一切手段 只要不动枪 其他都动了 所以很有趣 这女的干嘛 非要叫里根 不就方德始终吗 都是他习近平自己说的 不忘初心 方德始终 放在了十九大的 最顶头上 说完两个星期 咱们节目中讲了 他知道出事 他就给摘了 他再也不说 方德始终了 但你记住 放出的屁 打出的格 你怎么也吸不回去了 生命就这样 神在惩罚恶魔的时候 包括共产党 一定让他自己做死自己 神也是被迫出手 没有主动出手 这个女的 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女主播 刘欣 刘欣 去挑战了他 那 里根呢 在他的节目中呢 其实是相当抨击中共政策 相当 揭示事情真相 结果刘欣 在一个专题的节目 就叫 他叫 新观点 这个名字 起的相当好 用了他这个新字 然后观点 是 英文 全英文的 但 刘欣 嫁给了 德国人 他的先生 是德国人 德国 德国人 但是是有着 土耳其国籍 他有两个孩子 2016年 他离开了 外籍丈夫 和两个孩子 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做这主播 而在主播里讲的全是爱国主义精神 打击美帝国主义 我另外一期节目说了 我说到底 刘欣 是哪国人 你知道百度里你查他 讲他伟大的功绩 讲他不可一世的英文之水平 夺得了世界的冠军 他家写长了 家庭生活 刘欣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完了 百度你犯得上这么掩盖吗 他也知道这是 对共产党的价值观 这是不能说的 我当时说 我说他是不是老外 他是不是出卖了祖国 因为在他其他的给他吹牛皮的文章里 讲出了这段话 讲出他的付出为党国的贡献 谁不蒙人谁不骗谁呀 所以他在节目中 去怼了他 他人家不干了 这女孩子不干了 就向他发出了条件 就向他发出了条件说 你有本事咱们俩来一把 这没想到他就应对了 他说来一把就来一把 这事就这么来的 约好了今天晚上八点钟 但是从上个星期六 截止到我做节目 他的推特就没更新 他有推特的 大陆人有推特是违法的 所以他除非他不是大陆人 好 这个他有推特 所以他在推文就没再更新到我做节目的时候 而里根呢 他却在这个 他的节目中直接讲说 招呼全美国人 今天晚上八点钟 咱们电视里见 我要跟刘欣干一把 大家来一把 最后打得成打不成 不知道啊 这个因为还没打呢 但是这里咱说了 在我的评论中说 刘欣赢也死 输也死 而赢在中国共产党的环境中 他一定是赢的 但是这台节目在国内会不会直播 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国内的宣传会 如果打就会说他赢 但他赢了 就把习近平跟刘鹤骂了 因为他的宗旨就说 中国绝不签署 丧权辱国条约 绝不能在枪顶着脑袋之下 我去签什么约顶 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不能够接受 可是在整个这一次贸易协议签署中 是他习近平自己答应的 整个贸易协议的签署 是在两国元首的背书下走到了最后 如果他留心赢了 就是习近平跟刘鹤 在整个五月时间 妄图签署 丧权辱国条约 那如果他输了 那谁会说他输啊 他怎么打都是输的 因为对方讲的是实际 所以我在节目中 我说不好这场论战去打 但是在社交媒体中非常热闹 在中共的正式媒体中相当的冷漠 他出现了一个对比 在社交媒体中相当热闹 在中共控制的正式媒体中非常冷漠 所以刘欣为什么敢这么做 背后一定有阴犹 但是我个人说法 今天晚上里根 如果他手里有当初习近平 在阿根廷2018年12月1号 他们开始吃饭的时候 下午四点钟 四点半 四点钟进场 四点半开始吃饭 习近平当着美国的 总统 国务卿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他的商业代表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贸易代表 他的财长 以及其他的白宫的所有经济顾问 还有川普的女婿 都在现场的背景之下 他里根只要把当时习近平念的小本本 你相信美国政府一定有 念的那个小本本 只要一说 问他留心怎么答 只要里根说 这是你家老板说的 而你家外交委 外交部发案人明确讲 秉承两国元首 2018年12月1号会谈的宗旨 进行的贸易谈判 在过去的事件里 一直是外交部这么讲的 外交部发案人 那这就是你家老板说的 然后里根加一句 那很显然习近平 出而反而欺骗全世界人类 刘欣你怎么答 我也想不出他怎么答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